最好报道 好 那么吴敦义他说谁出了钱 他就很生气说我怎么知道 但是在谈到这一趟的巴黎岛之行 根据了解 不管是吃的还是住的 都是当地最高档次 全程高规格 安排这趟奢华游的 传出就是巴黎岛台商联谊会的创党会长 陈马兴 只是好巧啊 陈马兴在去年12月招待吴敦义 在今年初马上获兵为 乔委员 引发争议 照片中拿着麦克风发言的 就是这一次高规格接待吴敦义一行人 到访巴黎岛的主角 印尼台商总会会长陈马兴 这一趟五天行 入住的是巴黎岛市风格Villa 结合西方和禅风的室内设计 吃的是岛上最大的海鲜餐厅 提供最新鲜食材 加上高档SPA和购物 一趟奢华游加上机票 光是吴敦义夫妇就要花费12万 真是有够巧 去年12月18号 在陈马兴安排下 吴敦义到巴黎岛 今年初就马上获得 乔委会聘请为乔务委员 引发外界仇用联想 他担任乔务委员是在今年1月的时候聘的 也就是隔魁还没有担任 我们这个吴院长还没有来之前 就是这样就印尼代表处 有推举他 他是以当地的台商会会长的身份推荐的 乔委会强调 陈马兴原本就是热忱的台商 只要台湾政商界人员到访印尼 陈马兴都会尽力超乎 乌敦义的巴黎岛行意外扯出丑庸说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